好 真的是對的 這首歌《林美書》的Movie Session 這個節目是講到Movie Session 我昨晚看完《電影金像獎項頒獎典禮》 搞到我連《禮物圖》那邊都是看電話 即是兩邊這樣看著看著 我覺得這個頒獎頒獎頒 我稍後再講大家對不同的評語 有些人很認真在那裡罵 其實我覺得每一樣都有道理 譬如有人說 毒舌大狀 為什麼會拿最佳電影 大家要搞清楚 其實《電影金像獎》的機制是怎樣 等於你問我 十年是垃圾 十年真的是垃圾 但他真的拿得有道理 這個《電影金像獎》 你就明白 有些人是接受不了覺得是小圈子 其實奧斯卡也是小圈子 就是那群人去挑選 裡面會不會有感情分 又或者他認為他們是專業 即是我想說 譬如梁朝偉 我沒有看《金手指》 我不知道他造成怎樣 一般人覺得 有兩種心態 不認為梁朝偉應該拿的 第一 他拿得很多 他拿得很多 為什麼不拿 就不能拿 有什麼道理 一個是說 跟他過去的演出 不算最好 即是比起2046 即不是很突出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幾套戲裡面 被提名的 最佳男主角 有大鵬 《第八嫌疑人》 你們有沒有看過 即是那些人 《毒舌大狀》 《林寶怡》 就是《百日之下》 還有個男生 《面思日記》 《面思日記》 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看最佳男主角 是 還有梁朝偉 你問我 你們不斷罵 尤其那兩個原因 都不是原因 都是白痴 你們 是原因嗎 現在選最佳男主角 是那些人認為的最佳 梁朝偉可能 在這二十年裡面 他做得最佳的 他做得最佳的 但是這四個好 道理上 他最佳也好 這四個 是可以的 第二 他拿過很多次 如果還是贏的 就贏了 但是你問我 我也認為他不應該贏 因為大鵬是好得太多了 對比四個 這四個人的演劇 加起來 你看到《第八嫌疑人》 我有看 我有看 你先說 如果是給王子華和林寶怡 其實我真的很想興 但是我會覺得OK的 林寶怡 你王子華 當然他們是OK的王子華 林寶怡是爭在 可能那些人評審的時候 那個氣氛不夠多 很多東西的 黃子華 問心一句 怎麼都給不到他 是吧 你打著我問 他和他做男寶怡外 有什麼分別 那個表現 是吧 有時候 但是沒有的 我也是很主觀的 這樣說 你們先看《第八嫌疑人》 如果梁朝偉 他有五分 我要這樣說 具體一點 年少日機 我覺得也有四點五分 九點五分 六點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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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林寶怡也有五分 都趴了梁朝偉 十四點五分 十四點五分 黃子華最多四分 十八點五分 大鵬是二百分 是差到這麼遠 為什麼會評不到大鵬呢 因為對他沒有感情 因為連那些審委 都未必看完電影 這裏才會帶我 那些評審 那《第八嫌疑人》 就是舒適再到電影 就是舒適 很多人沒有看 是我 為什麼呢 林家棟 你給我 名案 至少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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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Lokman 我講男佩哥也好 男主角也好 是否至少入圍 我覺得Lokman也入圍 你問我 如果鄭寶瑞 你問我 去年給他 最佳導演應該 那套什麼 黑白那套 看得到你 偶那套 那套 那套好看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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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 劉阿塞 劉阿塞 那套 我覺得那套 你問我 那套更好 不用 剛才唱歌 那些網友說 我看剛才MV的表現 都是一般 但是昨晚 我一整晚 因為我一邊打機 又看波 又一邊做電視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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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大家知道 我啤你簡直是懷舊一族之霸 就是 整天批評現在的不好聽 那真的不好聽就不好聽 我常常喜歡播什麼 就是小秋 噔噔噔噔 幾個女型 好了 新馬仔 新馬仔 我未知的 因為我不是那年代 但其實是好聽的 是不是 新馬仔 我昨天我未聽過這首歌 因為我沒有看《填詞 error》的 我未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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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我這樣聽到他唱 哇 我是真的覺得他昨晚在現場 你有看過《巴盡禮》嗎 他唱得是 比 你剛才在MV拍出來 會錄音 是唱得更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唱得更加好 很動人 我就覺得 我見到 有人 就說曾經訪問過他 有些Youtuber 說很開心 看到他被人看到 起碼有這樣的表演機會 那我就覺得 這樣的年輕 雖然也不是太年輕 30歲 中文大學畢業 社工系 那叫做謝亞儀 那現在他都不在香港發展 他去了台灣發展去唱歌 OK 那我覺得 當然要有新人 你每一個範疇都 OK 老實講 我未看《但願人長久》 幾日借信 是的 但是呢 你昨天 你擺個陣出來 你就覺得 姜大衛贏著 第一他真的做得好 第二 你要明白那個評審機制 有時候 好像當日謝賢這樣 我們都說了 應該贏嗎 我們其實未輪到謝賢 吳鎮宇 吳鎮宇 俗道友 俗水漂流 甚至乎 林家棟的手捲煙 都很好表現的 但是 我也看就知道謝賢贏 也不會有什麼意義 因為為什麼呢 畢竟都是 無論評審也好 或者觀眾也好 有些感情 喂謝賢 他做男主角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那是不是這樣就代表 一定做得最好呢 有時候就是這樣的 所以 又不需要這麼認真 反而我想說一下 黃禎說 他過火不配拿影帝 那 即是他認為他這一套過火 我也覺得 黃禎在那裡 在這個層面上面 他有權發表這些言論的 嗯 OK 他說應該好像效法 張國榮譚麟這樣 張國榮譚麟這樣 張國榮譚麟不拿獎 那 這個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喜歡 但是其實對競爭者 是不開心的 我和你一起 我贏你 就好了 就是 你沒有了 原來幫我絕加藍高手給我 你讓給我 是啊 就是這樣不好 那當然 有些人就爺餘了 就說 你老美 搞錯什麼偉大 大家搞清楚 我有看 是劉嘉玲說 梁朝偉 說不要了 好意願就夠了 好意願就夠了 你學不到他 那當然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劉嘉玲那套龍蝦 老實說 老實說 我真的不想說 哈哈 為什麼 喂 劉嘉玲啊 喂 大哥 你下了香港 喂 你不是下了兩年 你下了幾十年 但在你身上我不奇怪 喂 你小女兒下來了 是啊 他小女兒十幾歲的時候下來 是啊 好了 你也有這麼多朋友 什麼張淑萍啊 歐丁玉啊 之類 那些 美智 你都習慣了 或者你跟劉培基那些 有時候 你們都會一起 真的 飲宴啊 是啊 那時候 阿哥哥還沒走的時候 看到你們跟他一起玩 喂 你整條八兩金這樣 都好地地 怎麼這麼多東西 你不懂得做什麼農啊 為什麼不懂大集賣啊 對不對 我真的好想 大集賣 我真的好想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梁朝偉說 他不用開工 我多數在日本居住 是啊 我都明白為什麼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那麼 我們看一下 最佳電影 一個技術獎都沒有 導演當然拿不到 最佳導演 什麼獎都沒有 一拿就拿最佳導演 行不行 是行的 Average 你看 連同製作 一套大戲 看製作 調度 燈光 Average 如果不是他就金手指 金手指更加不符 其實呢 我在看五套裏面 我首先第一時間 我將最佳電影 就drop到那兩套新的東西 就是八日之下 對 八日之下和年少日記 因為事實上 你真的從電影的角度來看 就是技術角度 它有很多不足的 畢竟仍然是新的 好看 是好看 他不是那些 最佳電影頒給一些大陸一些 是吧 以前就不是的 以前最初的時候 一定是頒給這些小品 就是那些什麼父子情 第一、二屆那時候 方玉萍那些 好了 那這三套 金手指我沒有看 但是我也猜到 大膜了 於是乎就變成 命案 和他 那你說你選哪一套 而這一套戲呢 也都好像十年那樣 老實說 是有些意義的 因為 在這個時候拍過這套戲 實際上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才會收到一億幾 我不會跟電影人 或是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去說行 但是我覺得 當年 大家想回頭 他們給得到十年這班人 那你其實可以猜到的 是吧 那些人說 但是這個 這麼高票房只有一個獎 不關事的 我也覺得不關事 這麼高票房可以一個獎 有很多好戲 我覺得票房太低了 是啊 那你用不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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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填詞L 現在收了幾百 二三百萬 就是 明朗收了幾百萬 幾百萬 而已 這麼好的戲 有沒有人認識他欣賞 好啦 阿游奶海都很好笑 多謝杜鎖sir 教練了一個好人 那就不特別說他了 因為 真的 老四上來做個節目 我們不要說香他的名字 那阿游奶海有個兄弟 是不是 所以 都是什麼 最佳女主角 大家都猜到是余香營 但是其實余香營是否贏到 又有人去質疑 搞錯她都贏到 那你就要視一下明一下 你看看當他的表演和他的對手 我覺得他贏都合理的 在今屆裡面 當然幾個贏 我都不認為私下人都合理 那你總有一個贏的意思 你遲些看會不會打雞屎 看贏的一票可能很少 好了 姜大偉說全場起立股長 大家年輕的就不知道了 好像我見到有些記者訪問 李琳琳叫姜太 真是很嚴重 但是沒辦法 遲些可能會比較熟 遲些可能會比較熟 因為他也有氣 也有氣出 李琳琳 如果有一段時間 七十年代 當武俠片或電影 飛歐的時候 李琳琳在電視圈某程度 他那時候還會紅過 李琳琳 李琳琳當然 拿這個獎 怎樣算都合理 因為 因為 第一 他真的做得好 這次阿張過 其實 我不知道 但願《人長九》上得這麼短 亦有些評審看過 是吧 就是輸了 如果 昨天你看 吳康仁 我很少講他 我呢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四十出頭 吳康仁 他不知好戲 很Charles 很帥 但是他做戲的時候 是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 不只是減肥增肥 那種變 你看看那些神態 你一但願《人長九》的劇照 你看看《富都青年》那些 贊我《富都青年》 你看看了沒有 你怎麼能夠猜到這個是吳康仁 根本就變了兩個人 所以呢 他在亞洲電影大獎 我不記得哪一套 他贏了梁朝偉 這次是我不驚奇的 梁朝偉的金手指就輸了給他 那 那 姜大偉 喂大哥 當年七十年代頭 張哲武俠電影 其實最紅的兩個小生 所以是後來的滴龍 más 就是滴龍的姜大偉 拿了亞洲影帝 亞洲影帝 亞洲影帥 那時候的 暈到不得之了 那後來隨著電影飛歪 慢慢也沒有什麼演出 那後來又回到電視台 然後撞到這一套 那昨天他上台說 那如果下一世 除了他老婆之外 希望還可以再做電影人 那一個 那麽熱愛電影 我相信姜大偉有七首 有特別的 真是實至名貴,沒話可說 梁永廷金馬獎就失意 不過亞洲電影大獎都贏了 這次又未到金滿冠 如果金馬獎贏了就金滿冠 但是他昨天激動 因為評論人協會那些拿這麼多也好 有時是這樣的 我不覺得電影金像獎代表什麼 但是你始終等於奧斯卡金球獎 你肯定是有點遺憾 拿不到奧斯卡 現在在自己地方拿到 不容易的 所以台灣藝人 我想他們會著重金馬獎 譬如你香港藝人著重香港電影金像獎 不是不著重金馬獎 金雞獎也難得獲得大陸 但其實我覺得 你看看有沒有政治 因為我覺得大陸人做戲很一般 好 最佳新演員 但願人長說我未看 據說是梁永恩 好戲 這位年輕人 二十二歲 潘廖明 阿明哥 金手指 最佳攝影 其他那些我不特別說 雖然好像這樣很差 新進導演卓逸謙 其實我覺得 在宣布最佳導演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一定是成果水 如果要爆 就看一爆 卓逸謙 照計 沒有可能會 最佳導演 選軍將 最佳新進導演 卓逸謙這麼不易 嘩 大家都是新進 亞洲華語電影 就是亞洲主廚三項 我到現在都未看 我留下來慢慢看 我那些朋友不停看 Netflix的其他東西 我到處不看 我留下來慢慢看 我想介紹一套 大家 真是 未必喜歡看 我久不久會喜歡看這些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 殺殺殺 沒有劇情可言 也有些少許劇情 是我這裏有介紹我看的 在Netflix 還要是三級的 嘩 那些鏡頭一到夾 真的拍出來的 沒有露點 沒有露點 這樣插進去 把刀都出 爆炸 炸彈炸彈到肉爛 全部飛出來 全部拍出來 嘩 很冷靜 不冷靜說話 那個男主角六十幾歲 不冷靜說話 就是殺殺殺 嘩 很冷靜 好看 我真的很喜歡看這些 等於以前的Ficken 那類 嘩 你不要說那麼多 對峙都要那麼多 好嗎 下跡之類 嘩 你殺殺殺 或者等於第一集的 嘩 嘩 嘩 即是看Chucky 對 又是 嘩 嘩 好了 另外 洪金寶 洪金寶當然實至名歸那些 不用說的 老實說 你今時今日先頒 終身成就獎 讓三毛實在太遲了 我覺得今屆是挺好看的 香港電影金像獎 但是 老實說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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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早前 賣新聞說阿里巴巴 阿里里影業 扔了五億下來 那些人都賣了 太難了 你想想 好像鐵詞L那樣 導演自己掛了個荷包籠底 二百多萬的預算 你想想唱歌 演戲 其實每個人都可能收好薇薄的薪金 去做好這件事 但是這樣就不健康 那些人都轉了行 好嗎 真的很難 你想想現在 有《八日之下》 有《年少日記》 那我是歡迎 對這些電影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是這樣的戲 好像早兩三年那樣 真是受不了 幸好也有些 無論 例如說 死死死死死死死 44 是不是這麼好笑 雖然那個是我們老友 但是 是一個 來試試 起碼拍這些 如果不是再 堪槍集 真是受不了 沒有想想的 OK 好了 恭喜各位得獎者 我覺得 C Park 有看嗎 也好看 也好看 他是說 他真的活著 蕭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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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眼裡說耳光 那些邏輯 我認為 我沒有說伊朗 很簡單 我只能接受 你放人 我豁不打 是嗎 你放人 美國說不會支持以色列 是呀 然後今天我看到那些評論 我真的不看他有沒有 他不做有沒有 還要在那裏說 說什麼 說什麼五役仔 美國白權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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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迫到 控制不了 以色列 以暴什麼什麼 但是從頭到尾 伊朗搞什麼 誰在伊朗後面 搞得吼陣 就是 老實說 立即開波 不過 這個也是美國人的痛苦 為什麼這屆政府 你不要看死他不動 他不知自己想做什麼 想做什麼 他嘔吼到都覺得 放多水了 胖瘟狗 那怎樣 你開頭不要撐 要是開頭就一切 伊朗的熱食人泰 是根本想滅狗你 是的 你不乘機 今次最好機會 老實說 你害怕他有牙 他是 老實說 紛紛而且 呂應老外的 因為伊朗現在很多年輕人反對這個政府 你看我的頭筋革命 垃圾到 他勸什麼 不要加痛 世界的危險 階機 那現在誰怎樣 有這些邪惡政權 就危機了 其實根本是 真是什麼的 我不敢 我們 這個國家很想像的 不要說 他的朋友 是伊朗 是北韓 你不想真的嗎 是塔利班 好 明天再說 拜拜